我们已经在一起快两年了 我一直都想让我们这段感情走得更加平稳 甚至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憧憬 但我发现我们的观念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 他总是为所欲为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现在他总说我不如以前爱他了 可如果我真的不爱他 又怎么会想着结婚呢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呢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刘24岁来自黑龙江老师有请 小丁22岁来自黑龙江美甲师有请 欢迎两位谈了多久了 一年零八个月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就是当时我们大学 他是我学长 我们俩是一个舞蹈社团的 然后我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演出 他就看上我了 他觉得我跳舞挺好 也挺可爱的 下台了他就过来加我微信 然后我们就聊得挺好 然后假期的时候 发现我俩是老仙儿 住得也挺近的 所以假期就经常约出来一起玩 一来二去的就日久生情了 我俩就在一起了 我没问那么就全出路了 你看这个过程 今天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对对方的不满想说说是吧 对 谁先说 我先说吧 他跟我在一起之前经常跟男生一起出去玩 他答应我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就不跟那些男生联系 但是现在 他又经常跟一帮男生出去玩 也不但我让我觉得那很不放心 我觉得你的说法非常有问题 我的朋友们就是男男女女都有 甚至连情侣也有 他们是一大帮人 我跟他们一起玩 有什么问题呀 那你一个女生晚上 大半夜在外面多危险呢 那都是我的朋友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那万一他 他对你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那已经晚了呀 你不要以那种龌龊心思 揣摸我的朋友好不好 都是两三年的朋友 他们都是男生 我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你不要把他们想的太好了 那主持人 你看他老是这样一神一鬼的 这咋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你不是说还有一些情侣吗 对呀 其实我相信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不能带我一起去玩 因为我的朋友们跟他不是一个圈子的 我们都是在一起聊聊动漫呀什么的 他平常也不看动漫 他去那儿 处着那儿多尴尬呀 那也玩不好呀 这就难怪 我们也玩不好 他不光这个 他手机还经常跟一些 男性聊天 而且还是跟不同的男生 他就一门心思就咬掉那些人都是男生 其实我男生朋友也有 女生朋友也有 有些女生甚至用男生头像 他一看见 他就说又跟男生聊天 聊什么呀 让我看看 我觉得他很无理取闹 那我怀疑都是合理的 我有朋友怎么了 我跟朋友唠嗷有问题吗 那你有男朋友了 你就要跟那些男生保持距离呀 我挺保持距离的呀 日常连几句话都不能说吗 你是我爹吗 不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之前也跟女生玩 后来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一点女性朋友都没有了 然后他还不让我看他手机 我跟你我跟他说你 你跟他你跟那些人说啥让我看看 他都不给我看 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我没有必要给他看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任何 就是对不起我的地方 就我来说 我可以给你看我任何的手机 聊天记录 我也没事 我是 谁是看你手机呀 我不看你你就别看我了 行不行啊 不是 你看到过什么吗 我也看到过了 反正你不是 你还偷偷地看人家手机 不是 可能也是我想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些 暧昧的话吧 就跟 就是有一些平常不跟我说的东西 有 比如说 比如说聊些什么 也是像什么动画片之类的 他不愿意跟我说 他就愿意跟那些 其他异性朋友说 那我为什么要因为 跟你在一起了之后 我就不能跟我的朋友联系 你不觉得你太自私 太过分了吗 你说 约会出来吃饭 你聊聊天不很好吗 那你为什么要 一直要蹬着手机呀 你看他本来他说话 就是有点磕磕巴巴的 我就不太愿意跟他说话 而且年轻人吃饭的时候 谁吃饭的时候 不看看手机刷上视频是吧 那我刷视频的时候 他就给我旁边赌气 他也不说话 然后他吃完饭的时候 快结账的时候 他突然来一句 你就跟你的手机过去吧 你别跟我出来玩了 就这样子 我就感觉他特别小心眼 那是我小心眼了 那你明明做的有问题 他到底做了什么了 你就在这说人家做的有问题 你完全属于瞎想 你这孩子 听我说他有时候还跟一些男生 语音聊天 还跟不同的男生 比跟我聊天开心多了 主任我想说一下 那个根本就不是别的男生 那是我玩的一个手机游戏 它里面有一些虚拟人物 然后有人给这些虚拟人物配音 然后我跟他们 假装是在打电话 其实都是他们一股气 都在跟我说话 然后我听着就很开心 因为它就是一个恋爱游戏 跟谁恋爱 跟我的手机谈恋爱 就是那种纸骗人的 对 就是纸骗人 纸骗人的那种恋爱游戏 对啊 然后他会磨你 就真的跟你打电话一样 然后就跟你聊一段 对 然后那个就很上头 对 各种类型都有 什么小狼狗啊 小奶狗啊 霸道总裁啊 我们把它叫姨女游戏 对 就是姨女游戏 看来还是有懂的 那你说那有男朋友 为什么要跟虚女游戏 这个问题 这谈恋爱的很好啊 陆琪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因为你既不是小狼狗 那我是人呢 我是人呢 那你是人 虚拟人物要好吧 对于先生来说 人不如虚拟人 对啊 他是完美的 对啊 是吧 他没有任何漏洞 而他从来都不反思 我为什么玩这些 其实我在他面前玩 就是为了或许 他的一些注意力 他有时候 他就是说话也不怎么好听 他也不会安慰我 那纸骗人就能安慰我呀 他为什么不能反思 他自己做得不好啊 你们儿先生就怪我 他们都是虚拟人 我是真实的 他不光也跟虚拟人物 我俩之前是一个 舞蹈社团的嘛 然后我之后 偶尔也去去看他 他就经常跟一些男生 就是勾肩搭背呀 然后手 拉小手 挺亲密的动作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这跳舞呢 你在表述什么 就是跳舞的时候 不是 跳舞 这很正常啊 那你不觉得 有点太过分了吗 我也觉得很正常啊 动作就是这样 是什么舞啊你们跳的 我跳的爵士舞呀 就跳爵士那肯定有身体接触啊 对呀 我跳的爵士双人舞啊 他就接受不了 他就说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跟人家眼神那么暧昧呀 动作那么暧昧呀 他之前也是跳舞的 就是跟我舞种不一样 他就是不能理解这些 身为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 吃醋也挺正常啊 谁也不希望自己女朋友 就是老跟其他男性 有什么肢体接触的 不是 你吃醋 你跟他说 你说你这样我不舒服 你不能给姑娘上来泼脏水呀 你说你跟女生跳啊 你没必要飞机男人跳啊 我也跟女生跳了呀 行行行行 就是你就说 你不放心人家呗 对吧 对呀 他都不放心我 然后你给他扣子叫什么 太自我是不是 对呀 但我跳的舞 他异性不注意尺度是吧 对呀 我跳的舞真的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下场给 各位老师和主持人看一眼的 不是 我们也没打算要看呀 双人舞 对 我们没打算让你 过来过来 sécur唐 谢谢 受优优独播剧场—— Set 好 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们看你干嘛 他就说这种舞太热辣了 他觉得有问题 我跟人跳 他就说我精神出轨 他说我看着人家了 我觉得这个舞蹈 是得接触太多了吧 他刚才也没接触你的肢体 那我不会跳这舞 他跟别的舞伴跳这舞的时候 他肯定只起就搂腰 这个那个的 那你怎么刚才没搂他的腰呢 他没跟我跳这舞 他跟别人跳的 那你可以学呀 对呀 我也觉得你特别奇怪啊 第一次有这个嘉宾来在这 把这舞台当他们家了 你知道吗 我要跳我就得跳 对呀 我们没打算看 那你刚才看了吗 没看 你刚才闭眼睛了 我干嘛要闭眼睛啊 眼睛一定要闭起来 才不看东西吗 对呀 对很奇怪嘛 这姑娘就很奇怪嘛 我受不了了 不是 我让各位评评理 这个舞蹈真的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要 这个没有什么要评理的 舞蹈这件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 它可以有 它对这个舞蹈的看法 那是它的感受 我们感受 我们觉得无所谓啊 你随便跳 我们都觉得 都可以接受啊 到这个岁数了 但是它是你男朋友 对 核心重点在这儿 它不是说 这个舞蹈本身有什么 而是你跳这个舞蹈 让它的内心觉得有什么 对呀 它老挑我的毛病 它不是老挑 顺便还是在乎吗 我们怎么不挑呢 对呀 你都懒得看 说句实话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它平时穿衣比较花哨吧 就各种五颜六色的衣服 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假发 就让我一出门 它就会把别人的目光 都吸引过来 就回头率200%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就被路人的眼光 上下走射的感觉 我今天还特意带照片来了 多可爱呀 有问题吗 这是我奶 我跟我奶 一起穿这个小裙子 她都七十所岁的人了 她跟我一起穿这个逛街 就只有你接受不了这些 我真的不想吸引那么多 人注意我 你觉得我穿那个衣服 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是吗 那不然呢 我是为了高兴啊 但是这些裙子 都是我自己买的 吃你家大米了还是怎么样 有一次我俩出去玩嘛 她就穿这种比较花哨的衣服 然后我就给她 去买奶茶的时候 回来 只要是撞见 一个男生跟她要微信 你为啥要把微信给人家 我当时已经跟她说过了 人家管我要微信 是因为人家女朋友喜欢这个 那男生跟我说 能不能给她一个链接 我说可以呀 给了 那你说你要穿的苦素一点 会有男生要你微信吗 你管我干嘛 管好你自己 那你说怎么没人过 我叫微信啊 因为你丑呀 你不能这么人身攻击啊 这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你这神秘眼光有问题 我没问题 因为你直白地说你丑啊 恰恰这个地方 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你也不欣赏她 你们俩之间没有互相的欣赏 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我很奇怪 来 接着说 其实不光她衣服特别花哨 而且还特别多 在我家衣柜的话 能占特别大一部分 挤得满满灯灯的 姑娘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好 这是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的 跟你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 但你就不能占太多了吧 她平常出门的时候 就会把衣服铺得满床满地 都是她也不熟识 哪个女孩子挑衣服 不是这样的呀 当时她追我的时候 主持人她追我的时候 她可开心了 她说她宝今天真好看 宝今天又换一套 真好看 真可爱 她现在就开始挑我了 我觉得她没有资格管我 还有别的吗 还有 就是她平时也不太守时吧 我约她出来玩 她总是慢个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才出来 你知不知道女生 化一个全装 戴一个假发 穿一个好看的裙子 都是需要时间的 你这么一会儿都不用你等 她有次约定的 早上九点集合 我都去她家楼下等着 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到中午十二点 她给我发微信 说她刚起 就这一次呀 之前哪次也都 就晚了一小会儿而已呀 那你晚就有道理了呀 早起一会儿不行吗 为了晚 那你为了我 能不能洗洗头 刮刮胡子 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来见我 有人看她 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她觉得时间观念 根本不重要 她就不愿意包容我 什么都包容你那给你惯坏了吗 那我自己会不舒服呀 她不光这些 她特别爱拍照 她就让我给她拍照 就路边有什么花花草草啊 她就要跟她合个影 有个小狗啊 也要跟她合个影 然后什么拍照 角度不对了 她让我重拍 一拍拍很多张 我真的原来 还挺爱给她拍照的 但是她这样 就让给我整得 越来越没耐心了 很正常啊 我猜到了 我为什么笑 你一定会这么说的吗 对啊 爱中的女人迟到很正常嘛 对啊 哪个女生不喜欢漂亮衣服啊 对啊 哪个女生不要拍照啊 男生给女生拍照 你就得挑一个好的角度 对啊 对啊 我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啊 对吧 你看 你们这恋爱谈的 我听着都乏味 你知道吗 你们俩有什么 共同兴趣和爱好吗 跳舞吗 除了跳舞之外 现在她也不跟你跳了 没了是吧 也有 啥 也挺多吧 其实我俩看的 剧都挺投机的 然后平时也愿意出去玩 她说什么 我们能一起看剧 能一起出去玩 那你最近有时间陪我吗 她是先毕业了 上班白天就特别忙 这我都理解 晚上回家了之后 她啪的一下 把游戏打开了 光光光光光光 整个键盘 一玩就玩两三个小时 跟那个队友呼号呼号的 我说 你什么时候能陪陪我呀 她就不肯 我上班累一天了 就想着回家能放松放松 然后你还要拉着我去这去那的 男生这些互动什么 就玩游戏 搭搭球 是吧 是是是 正常 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当然了 人家都可以跟虚拟人谈恋爱 咱能不能跟虚拟人打个游戏吗 我不是 正常 我不是跟真正玩游戏呢 要不是她不陪我 我能找纸片人谈恋爱 对啊 要不是你找纸片人谈恋爱 她能去打游戏吗 逻辑必还了是吗 对啊 你看你们这不是吵回来了吗 我还没说完呢 就打游戏的事 她一输了 她就把信撒到我身上 她就跟我吵架 发脾气 她脾气比我还大 她就一生气摔东西 那杯子什么的 凳子什么的都是我买的 我想摔就摔 我生气了 你摔醒 你扰民呢 她先发脾气跟我的 而且她最近脾气 真的越来越大了 她一点都不像之前那样了 她追我的时候 那是糖衣炮断不断的 甚至把那个奶茶什么的 送到我寝室 然后她现在就一点都不注重 这些仪式感 小尖戏也不给我准备 然后我有时候我急了 我就在跟她一起走的时候 我在路边我说 那个糖衣炮看起来不错 我想吃一个 她说吃什么吃 那你就想吧 她特别口 她现在老后门了 那你吃饱了为啥口 现在自己出来工作 得挣钱了 那得算计啊 那生活成本 你挣的那些公司 刚出来 谁挣那么多公司啊 你生活 你不得省着点花呀 那你跟我谈恋爱 不就是应该给我 买一点小礼物吗 我也没想给你买 光谈恋爱没有以后了 是不是 我又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爱慕虚荣 买那什么爱马仕啊 各种名牌包的人 我就想要那点小东西 谁出来赚钱 谁都不容易我理解 但是你也应该 有一些心思在我身上 为我准备一些 小小礼物呀 我平时买的也不少啊 就有一次 两次没给你买 就记住了 行 爱打游戏 花钱还抠门 所以今天两位来 是为了分手对不对 我听明白了是吧 我不想跟他分 我才来的呀 不想分手 那你们说的全是分手的话呀 这不是保卫战吗 对呀 我就希望 我们也是有爱情的 保卫不是保卫乱谈情 我们没有爱情 那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我们要继续 你们有爱情吗 你们的爱情在哪儿啊 你天天怀疑你女朋友 跟这个男的有问题 跟这个男的有问题 你女朋友穿的所有衣服 对你来说都是花枝招展 对不对 我怀疑她 到了哪一点是说 你们有爱的呀 她可能就是心里不平衡 其实她平时还是挺体贴的 哎呀 你往回找了是吧 我跟你讲 她这就像爹戏男友 她就老是想当我爹 管我这 管我那 但是日常生活上 行吧 我再问问吧 你们有对未来的打算和考虑吗 我的打算是想 继续跟他走下去结婚啊 你打算跟他结婚是吧 对啊 因为我爸妈也挺喜欢他的 也想让我 尽快跟他结婚吧 所以我 你们都要结婚了 我想 他家长一直都在催 我家22也 因为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 他想让我赶紧安静下 你爸妈今年贵庚呢 52 54年 年龄不小了 所以这是要来做婚前辅导是吧 也算是吧 你想嫁他吗 他想结婚 但是我没有考虑好 我不能断言说我不想嫁他 我也会幻想美好的婚姻 但是我从我的心里上 你注意他的用词是幻想美好的婚姻 不是畅想的 可以畅想 可以畅想 对 就是我感觉我的心理上 还有我的经济上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我不会轻易的就是这么 就是你还没有打算是吧 我就是没准备好啊 我也没抓到我前面 挺好的挺坎诚的 人家说没准备好 你来是为什么呢 我来了也是为了不让他管我那么多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我所选择的一切都是让我开心 让我走在我自己的轨道上的 我不希望他干涉我太多 是不是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 第一 男生觉得女生其实现在是失控的 对吧 对 女生现在觉得实际上面是我男朋友怎么完全变了 过去那么体贴那么听话一个男朋友怎么现在变得 对我不闻不问爱搭不理吗 不就这东西吗 而且他还控制我 对吧 他老不想让我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就是两个人开始发现好像有渐行渐远 但是曾经的美好又让你们觉得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继续再试一试 我们俩其实挺好的 对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 你刚才跳的这一段舞 所有的动作和其他的异性跳 他当然心里受不了 你显然是一个不大顾及别人的感受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女生 男生当然有问题啊 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女生 口是心非 她是让你去关注她去哄她 女生有现实的恋爱 还要去谈虚拟的恋爱 能够看出她像你在召唤 希望你多去哄哄她 她想撒娇 恋爱以后 你把其他的异性都删了 都不交往了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你内心就认为 我这么做了 你就应该这么做 它可能吗 所以你时时在此处啊 说到手机 你刚才说 我不看你的手机 你也不能看我的手机 但是对恋人和爱人来说 最大的坦诚 就是敢把自己的手机给对方看 问心无愧怕什么呢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但是对方对我自己的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想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也是一种打开方式 你何苦这么叫真呢 有很多的爱情 就是被你这样的女生 捉捉捉捉捉最后捉美了 就像你刚才那段舞 恕我直言 你自说自话上去跳的时候 我极其反感 一个女生怎么可以这么内性无比呢 你们两个人 现在谈婚姻太是奢望了 远远不到这一步 按我的本意 一拍两三 我记得这个男生喜欢女生 是在一次舞蹈的表演上 对 所以吸引了他 但是一旦谈恋爱以后 就变成私有财产一样 不允许我们看了是吧 所以刚才那一段 你觉得就只能展示给你 不应该展示给别人 我在想 你喜欢一朵花 分两种啊 一种你是给它浇水 滋养它 另外一种是把它摘下来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后者吧 你是把它摘下来 为什么呢 你的管束 你的怀疑 让这个花枯萎了 它不开心了 对吗 它是有个性 自我 它也是一只 比较追求自由的小鸟 不想被你这么转束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来讲 它就是舞台上那一颗星 那颗在你心灯 最亮眼的星 但是生活当中你发现 这种关系一直存在 你就是一个观众一样 但是你希望你包场 你包得了吗 小伙子想一想 还有 你吃素最多的就是 和异性的关系 包括服装 其实主持人反复提醒 你跟服装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追求美的感觉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你俩不同品 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双赢 在一起舒服 然后女生呢 也提醒一下 恋爱和不恋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其实男生提出的一件 我也表示支持 恋爱了就要考虑男朋友的感受 不再说我认为怎么样 男朋友的感受 有的时候比对错更重要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都听他的 那至少你要在乎一下 而不是完全说 我让这样认为没有问题 那是我的工作 那是我的喜好 如果你都不在乎他的话 那只能说明 他就只是一个照顾你的那个人 他只能是为你好 然后稍稍对你有任何的约束的时候 你都可以于不顾 那更不用说 你们真的不是感情 只是一个暂邪利益的交互而已 所以两位我觉得 你们这样下去走不远 早晚都得要分开 年龄小多反思反思 你不是专业的舞者 我刚刚在那看你跳舞的时候 我真的我也很尴尬 因为里边很多舞蹈动作 的确是诱惑性的 他说你穿衣不得体 我看了你的照片 每个人有西服的喜好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过度暴露 没有举止轻浮 你只是穿你喜欢的 而且是花自己钱买的 没问题 但是他的描述是 你举止不得体 穿衣不得体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至少在一个大的舞台 不可能这么描绘 结果你在这描绘成这样 你要跟他结婚 你要救赎他吗 他不需要你救赎 他要过他的日子 不管他好 不管他坏 那是他的人生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男生 我想告诉给你的是 也许他不符合你的任何要求 穿衣不符合 语言不符合 跳舞不符合 包括他在台上 不尊重主持人 都没有询问过 就在那跳舞 他都不符合 你可以寻找你符合的 爱不是去搬一个人 爱是需要尊重 如果你连他都不尊重 也就等于你不尊重自己的爱 那你不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吗 你打他一巴掌 再打自己两巴掌 很丢脸 所以二位我劝你们 既然不相爱 就不要彼此羞辱了 刚才你说他很丑 我觉得也是在羞辱嘛 所以既然不相爱 分手就好了 留一点口德 可能才是能够确保你们 这段爱情 还有一点体面的收场 其实很多宅男 现在疯狂地追虚拟偶像 追初音啊 然后呢 追成长系的女团 塞纳河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就很奇怪 说哎呀 你们为什么会为这些 比如虚拟的或者说是远远的女团 去花那么多钱呢 去到处追他们呢 后来那一男生啊 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了一句 说谈恋爱多麻烦呀 我真要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麻烦死了 我还不如我追初音呢 我还不如我追塞纳河呢 你追的时候啊 我次元少女特别好 双马尾特别好 是吧 我我我各种想要 真的你要把她当老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 怎么这样 那是啊 人 人就是这样 他不会变的 他到三十可能还是这样 那也挺好啊 是 那也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过度评判呢 其实我跟几位老师就听到 你对她的那个评判的时候 我是非常不舒服的 但是我知道 你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 然后没有 对她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你才会用这种过度的评价 不断地去指责她 她穿衣服怎么了 她跳舞怎么了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是无能 无能才会有这种狂怒 而且你还不敢狂怒到表面 你还狂怒在心里 所以你要么就换一个 你能够跟她过得到生活里面的 要么就继续忍着呗 还能怎么办 对吧 好 说你啊 姑娘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的射牛也好 审美也好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真的不喜欢她 你是真的不喜欢 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喜欢的是她对你的好 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东西 就如果打比方 她对你不好了 以前 现在做家务那些都没了 对你那些关爱都没了 你还会喜欢这个人吗 你不会喜欢了 为什么 她从头到尾不是你的审美 颜值其正义嘛 所以你说她丑嘛 对不对 这是个梗嘛 问题是你心里面是真的 她不在 不在你的审美上面 一点都不在 那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她对你的好嘛 但是现在很明显 她对你的所有的好 现在是需要你给她回报的 而她需要你给她的回报 是让你回到她习惯的那个生活里面 放弃你现在的所谓出跳的标志性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就形成一个矛盾和冲动 这才你们今天要来的地方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 你给得起这个回报嘛 你可能更应该去找一个像个虚拟偶像的男朋友 哪怕 只是短暂的 只是一瞬间 试试吧 就这样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当然是非常喜欢你的 而且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段时间都是真的 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我自己的个性 我希望保持我自己 然后再奔向你 我可以 我可以要求这些吗 其实你这些问题 我之前一直都可以忍受吧 但是 忍受的多了 它就会形成一些怨念 它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想 想来到这儿 跟你再提一提这些事情 然后希望 我们可以有些改变 我希望你不要再这样控制我 可以吗 我觉得这种控制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仔细思考一下 请回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这个有预测的 这个很有意思 我认为这一段恋爱 很显然不合适 双不出 虽然不看好 但是现在彼此还有利益和喜好 能够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的预言是双出 闺女出 男生不出 这姑娘不太可能不出来吧 来吧 我们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双 好烫啊 对不起啊 打断一下啊 什么都没看到啊 那个我接下来闭眼睛 来一起见证属于她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老妹啊 来请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谢谢 行了 姑娘大了管得住吗 管不住 就特别想说儿大不中流啊 就是祝她们好好相处吧 彼此尊重 爱的基础是尊重 爱的基础